國外,這邊很多好的藥,尤其是像三類藥的植物提取物 在這邊的市場,醫生很難改變他的那種固有的想法 你如果得了癌症,一般來說是先化療 化療了沒的痣了,然後在你自己病人自己怨氣,試什麼就試什麼 所以他們那種所謂的植物提取物的那種東西,在這邊 一是難做市場,二是做臨床費用挺高 第三就是真做出來了,我覺得銷售銷售不出去 所以我現在就跟這些借鑒人家的成功,把人家R&D完了 甚至有的是FDN,臨床一期已經都完了 做不下去了,我說這樣子,你給我,我在這邊 raise money 然後呢,到中國去走臨床,我拿的就是中國的市場 中國以外的市場還是你平時的,我公司就是要的 是我來出錢,我來拿到中國暴批,但中國市場是我的 這裡頭有個優點是什麼,第一,中國很多臨床暴批 它是認可國外像FDA那種手續,如果你在FDA做到哪個地步 也可能就是可以申請下去,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 要是他已經拿到FDA臨床一期過了,正在準備清晨臨床二期的時候呢 他們犯了很多錯誤,比如說是非法銷售了,那就被停上來了 那通過這個的話呢,我可以拿到中國去直接報批二期 當然雖然沒有,還沒做呢,但是我諮詢上的政府說 原理上是可以的,加你手續做權 那,從這個賣點來說,那我就跟投資商講 你看,整個藥物的研發,RND是最費錢的 RND完了以後,讀理是很費錢的 然後呢,臨床一期那是很難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這個藥都把臨床一期都做完了 到中國去做臨床二期,估計是一年還是一年半 臨床二期完了以後,那基本上就已經定性了 這個東西有沒有效了 然後臨床三期就相對來說是只是做量更大 那同時,你可以在小範圍量中試消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像人家想像的 在這邊做藥物,需要五到十年 需要資金五十個Million到一百個Million 那也許我需要的是十五個Million 能做出來 那這個的話,就是中國市場最大 為什麼呢?中國和印度是最能接收那種非化學藥物的東西 那就說是用草藥自己放,太油臉,太狹窄 所以這個是比較看好 所以我想再做,因為大家都是搞藥的 你們不妨也可以想想這個 或者是你們願意一起來參與,就跟我聯繫 這些都是只是在Plan階段,只是在構想階段 然後呢,還有呢,就是根據我經常回國 很多那個地方,很多企業 想在國內掛牌上市 那個門,進入門檻很高 然後呢,圍林的時間很長 所以呢,他們很想到國外來上浮市 這個呢,我也是答應他們在組織那個加拿大的協議團隊 所以我呢,想不去參與這些事兒 只是我再跟他們構想 就是,國內的企業到這裡來 這應該是,剛才這個自己講的醫院的事情 國內的醫院的購買呢,確實是 價位上是很便宜 比如說這一棟樓,是剛剛新蓋的醫院 病院大樓 然後,這個醫院 當時談判下來 五百萬美金可以占他們五百分之五十一 所以那個City Group的老總 他說,會不會少一個零啊 我說沒有,這談判下來 而且這個五百萬是不拿到任何的尿包裡 這五百萬就是拿去醫院作為一個購買 很多的醫院呢,他希望就是你來參與 你不要去把它全拿走 這個呢,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醫藥公司 醫藥那個,我跟設計的就是一個全面的 然後呢,投資呢,只是做去報批的一種 然後這個上股市的呢 我覺得呢,中國公司在這邊上股市有幾個優點 第一,國內很多企業在這邊上 都是比較很大的固定資產 現在有一個手上送過的一個鋼鐵廠 資產的大的,連自己的碼頭都有 然後呢,很好的產品 那這個鋼鐵廠是做螺旋鋼紋的 那全是做建築上的鋼紋的